稍微改一些 我把最後做出來的結果 P是新 其實就改這些東西 第一個 也是加一個List3 然後把Park裡面的Value 它裡面其實是一個Dictionary 其實Dictionary要轉成List 非常簡單 所以以後你看到那個Dictionary 你不要以為它是新 其實它就把 你只要一行程式 裡面哪個Dictionary就Park 點Values 它就會幫你把 Dictionary其實很快就轉成List 所以其實Dictionary變List 我覺得比較好處理 我前面講過習慣問題 全部變List 以後就好 而且比較習慣 然後呢 再來就利用Append 點Append就是把它串 所以基本上 List3實際上就List2 串List裡面再有很多List 全部串在一起 那你最後呢 就Execute的時候 就是Execute加一個Many就可以 然後Insert into 我覺得這地方有個優點 就是以前Insert into value的話 後面這些你還要去顧慮到 比如說裡面如果文字前後一定要單引號 如果沒有單引號 或者是日期前後沒有單引號的話 Insert into的時候也會出現錯誤 但是用這個ExecuteMany的好處 就是都用問號就可以了 這樣其實有時候 反而這一點 如果你在執行那個Sequel語法的話 錯誤的機率也會大大的減少 所以像剛剛我是直接把剛剛的東西拿來改 發現相對的簡單多了 所以這個也是額外的好處 用ExecuteMany這個地方 算是 我覺得它是算優點 那最後的話呢 一定Commit Close 匯入成功 我多寫有匯入成功 並且把它用那個Slay的方式查出來 或者你用SequelLite 也可以把它查出來 那SequelLite的話 當然我們把它打開 裡面當然你可以看到 裡面有Puck 這邊就出來了 全部的Recode就在這裡面了 OK 蠻詳細的 那我們把它Demo一下 第一個 其實就改剛剛的地方 這幾個地方 我把它用那個黃色的地方mark起來 直接執行的話 基本上 大概秒數也不會太久 感覺好像比那個 一比一比音色的話 來的快 OK 真的又比較快 因為剛剛我用音色into 等了好久才音色成功 但這個地方相對的比較快一些些 再來的話我在利用什麼 用SequelLite的語法 前面講過 這很簡單 就是一個 這個就不需要用ExcuMany 因為你只有一個查詢 你不需要 像音色是音色很多筆 那查詢就查一個 所以這裡 這個地方一定是不需要用到ExcuMany 就把Sequel的所有fromPuck03 我是Puck03 再分別把裡面的資料分別調出來 OK 那這邊上面應該還有欄位名稱 我是沒把它寫上去 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很快的 又可以把資料從Database裡面幫我撈出來 就這些東西 不過當然因為編排的關係 版面可能大概這樣子 OK 那我想還是請各位練習一下這部分 其實這個還蠻重要的 而且你會發現 Python在這部分 比較起跟以前我用過的程式員的這種敘述方式 相對的感覺是簡潔很多 簡潔的非常的多 為什麼?因為裡面的話 大概最重要的不外乎就是 包含下載網路資料 用Request 抓下來之後 再建一個Database Create一個Table 其實其他還沒什麼東西 頂多就是Evo 把一個字串 從網路上抓下來之後 轉換成List OK 轉成List之後呢 再從這個List裡面呢 分別把它裡面的Dictionary分別抓出來 再利用那個什麼呢 這個Dictionary的一個方法叫Values 就把Values搬到這個List 這樣的話就可以Append Append 最後其實這三道資料庫 其實還蠻順利的 OK 那待會請各位有時間可以再試試看 另外其他範例其實也可以 利用類似的方法 可以把它試著做做看 那接下來的話後面呢 當然還有幾題啦 我覺得 一個比較重要的 像最近大家比較關心的 像什麼 像那個PM2.5 像空屋的問題有沒有 像最近什麼 輸到電廠要蓋 類似這種問題啦 或者是說 最近夏季啊 大家又很擔心那個缺電的問題 其實台電呢 它有Open Data 它又把目前 台灣那個 全部的用電的情況 它有把它放在那個網路上面 所以你也可以喔 好像又把這個用電的情況 這底下好像有那個練習 好像不在這個檔 好像是在六支二的地方 所以你在雲段白白裡面找到六支二 這邊有更多的喔 像UBI 或者是說底下 我有些是沒有做啦 像這邊還蠻多的 像什麼 水 水 電 相關的資料 我記得 核能電廠 相關的東西 一堆喔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這邊每一個 每一個都可以練習看看 如果你每一個都可以把它做出來 並且喔 將來再跟什麼 跟那個圖表做連結 馬上把那個圖表跑出來 其實都可以做出很多的應用 OK 我記得好像我有放 施工UBI 各位可以在這上面找找看 我記得我有把那個台電 在這裡 台電今日用電的曲線 你可以在裡面找CSV CSV你可以把它抓下來 那你可以塞到Database裡面 或者是說呢 你可以做其他的這個分析 然後可以跑一個圖出來 好 那今天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那個 有關剛剛提到的這個 61下面還有一個那個 就是PM2.5部分 那這個是從行政院的官網上面 裡面的話呢 一樣喔 會有至少三種類型的資料 那其中當然CSV跟JASON 其實我們都做過了啦 所以你可以複習一下 這邊的話你會發現喔 JASON答案格式 CSV也有 那XML齁 其實我們目前好像還沒有 沒有用到 沒有講到 不過呢好像 這個也還蠻重要的 所以要怎麼樣去分析 XML的那個格式 並且可以把裡面的東西 抓出來 這也還蠻重要的 那裡面的話呢 當然你可以從那個 像官網喔 你可以找Python的官網裡面 其實他也有提到 他的那個Library裡面 也有提到有關怎麼去解析 有關那個XML齁 我記得好像是在比較後面的章節 裡面有那個XML齁 第20這裡 那解析那個XML齁的方法 跟解析HTML齁還蠻像的 而且它裡面有幾個方法啦 那我覺得比較簡單的 像你可以用那個Tree 就是這個 這個ET的Tree 去把它做解析 那跑個回圈 其實裡面 你要的資料 其實也可以把它抓出來 那至於要怎麼利用這個 這個ETree 去幫我們把那個東西 爬出來 也許等一下再看看 我們也許可以利用 PN2.5這範例 來做說明好了 那裡面的話當然 請各位第一個 先看一下這個 就是有關那個 行政院官網這個上面 環保署的那個官網上面的 決審檔案格式 這個還有CSVXML 畫面先還給各位 另外的話 也試著把剛剛我提到的那一題 裡面怎麼樣 把Dictionary轉成List 然後用Execute Many 快速的把那個資料 音色到我們的那個 SQL Line裡面 試試看 格式 如果你會發現 我根本遇到通道問題 你看我CSV這個檔案 我把它 把它執行起來 你會發現它光等待的時間 就非常往常 所以 這邊的話你們可以等一下 試試看 那另外如果說 遇到這種情況 為了那個 可以流暢一些的 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可以有個方法 像我有把 我有預先把這個檔案 下載之後有沒有 然後呢 先丟到我的雲端 雲端硬碟裡面 那其實如果 將來你要產生 某一個那種 開放連結 就類似像開放資料 你要讓別人下載的話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你當然一般是需要加設備 你才會幫它產生像 那個CSV 或傑森 或者XML 但如果你本身沒有設備 或者你也不想用設備的話 有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這算你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 Google的那個雲端硬碟 其實也可以產生 那個什麼呢 CSV的類似開放資料的效果 比如說我剛剛 像那個行政院這個官網 它那個CSV太慢了 所以我就預先怎麼樣 把它下載下來 那我要找個地方放 所以我就把這個 下載下來之後的話 並且丟到我的雲端 雲端這個硬碟上面 那特別注意 你丟上去之前 我認為你可以先檢查一下 那個設定部分 那設定裡面的話 你可能檢查一下 它是不是已經幫你 轉換這個上傳 這邊要記得要把它打個勾 為什麼 因為它必須要先把它 轉換成那個 Google的視算表格式 所以你會看這邊 我有丟一個CSV 那丟上去之後呢 它會自動把它轉成那個 Google的視算表格式 那如果將來你希望 把這個資料呢 當成是有點備援 如果行政院那邊不OK的話 怎麼辦 我可以拿這個來 當成 比如說我至少 我可以弄嘛 那我要怎麼 分享給其他人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我覺得這還蠻好用的 你可以用什麼 這邊在檔案裡面 有個叫發布到網路的功能 這功能還蠻好用的 因為以後呢 它有點像可以模擬一個 server 假如你將來需要有些資料 需要放在 等同有點像放在 server上面 讓它去抓的話 其實你用那個雲端硬碟呢 也可以做出類似的效果 比如說手機本身要去抓某些 data OK 那你就怎麼樣 把這個東西放在 這個 那個雲端硬碟 然後呢 發布到網路之後 記得這邊的話 稍微可能要改幾個地方 第一個的話 你是不是要整份 不過CSV基本上就整份文件 所以你改不改 基本上無所謂 第二個的話 你要發布成什麼東西 這個可能一定要改 那改的話呢 它可以有幾種 你要是一個網頁 它將來就是一個網頁型態 那如果你要是一個CSV的話 那你就是選這一個 OK 它目前好像 沒有什麼XML 也沒有json 目前的話看到呢 就只有CSV 所以呢 你可以利用這個格假設 我今天 PM2.5的備份檔 給我放這邊 那我希望讓別人可以 抓得到這個CSV檔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樣 直接把它改成CSV 另外呢 最後記得呢 做一件事啦 就是把它發布一下 按個發布 這個時候呢 它會出現這個 按確定一下 OK 那你會發現這時候 它就會自動幫我產生一個 類似那個什麼 官網 就是類似像任何的那個 像台北政府啦 或者行政院 他們有所提供的這個CSV的檔 有沒有 我們之前是按右鍵 去把它複製連結 那這個複製連結的結果 其實跟這邊有點異曲同工之妙 那你可以把這個連結複製一下 複製完之後的話 當然呢 我可以 假如說我之前程式已經寫好 但是奇怪 這個官網一直不聽話 一直跑不動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樣 把這一行mark掉 注寫掉 而且呢 我就是 再把剛剛的那個 get 把它改成什麼 我去抓那個備員的 比如說我抓那個 google的這個備員 其實就把這個連結 把它貼上就對了 貼上之後的話 讓它去get 其實你會發現 那這個output 好像後面有一個CSV 這後面好像也可以自己去改一些東西啦 不過 我們大概 把這個 行政院這個改一下 改成我自己的 備員的那個 google的雲端CSV 那其他的話 還有哪一些地方 還記得 Sprits 我利用那個 notabay++ 裡面看到 它後面 不是只有 那個 一個什麼呢 CR LF 有沒有 它不是只有一個LF 如果只有一個LF 就是 這一個 那如果還有CR的話 記得要一個 反斜線R OK 如果你這個地方沒有下這個 這一個字串 最後Sprits的結果會錯誤 那它裡面的話 總共會有 1 2 3 4個欄位 那一樣的話 我們就是把裡面的資料 一個一個分別把它 切出來做顯示 那剛剛其實會跑到很久還是跑不出來 可是我現在用備員的 我試一下 基本上 應該會快很多啦 OK 馬上就出來了 OK 所以其實 如果將來呢 你想要放一些東西 在 在那個 Server上面 但是你又沒有地方放的話 其實雲端硬碟就不錯了 而且 Google 我覺得它的 連線的品質 穩定性各方面應該都沒話講 另外的話 它是免費的 它免費的還可以跑得這麼順 基本上應該已經沒得挑剔了 而且它基本上放很大的檔案在上面 它好像也 也沒什麼問題啦 只是說這個可能要低調一點 不然 Google 大家都這樣用的話 它可能也會把那個零 目前我是還沒遇過 因為我放蠻大的檔案在下載 好像也 到目前為止它也沒警告我 而且也沒有跟我說半毛錢 然後空間也優惠給我 就是很多空間 然後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我剛剛提到 就是如果CSV你一直下載不下來的話 你可以先 也許你可以找個檔案吧 先丟一下 試一下這個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 也就是以後呢 如果有一些東西 假如呢 這個穩定性不高 而且是官方的喔 我覺得官方的資源應該很多才對 可是反而 目前看起來好像有的時候連線品質 似乎是不是 不是太讓人滿意